大家好,我是Amy英國奶奶 今天的主題我想要講就是 全家還有7-10 有什麼健康的料理呢? 有時候你去一個地方然後沒有餐廳 就是可能有一個7-10還是一個全家 還是你們真的來不及準備東西吃 真的就是覺得 喔,我真的來不及喔 我去7-10就是拿一個東西很快吃就好了 那有時候在我家附近 就是可能禮拜天晚上 有東西會有休息的 大部分的東西會休息的 所以有時候如果忘記的話 只有7-10還有全家可以吃 可是10年前我來台灣 我真的覺得7-10就是 全部都剩的是食物 只有跑麵 就是養一片 就是都是澱粉的東西 對我來說沒有很健康 可是我真的覺得這10年 7-10跟那個全家真的有幾步 有時候我會選擇在全家還是7-10吃早餐 真的 對我來說是早餐 我不太喜歡吃很多油油的東西 炒東西 我很喜歡比較簡單一點點 OK 所以我要現在吃早餐 真的 我很喜歡那個全家跟7-10的早餐 我平常會去那邊吃 很喜歡那個地瓜 早餐我記得吃地瓜 恩 就是給我很多那個禮器 全家買一個很棒的東西 比較貴一點點 恩 可是我很喜歡 有時候我會買 它是一個有機的 有一些羊魚片然後乾水果 它可能配牛奶還是也可以配優格 裡面有很多很營養的東西 所以我有時候會買這個 就是買希臘的優格 然後加進去那個東西 所以剛剛在那個全家我吃地瓜 那你們可能覺得 噢瘋了 台灣有那麼多的地瓜 可是不是在我的家附近 如果選擇的話 我比較喜歡7-10的地瓜 口感比較好 有時候我發現那個全家地瓜 沒有很多肉 它只是會放太久了 我比較會選擇那個希臘的優格 不知道不會甜 我不知道你們大家吃的習慣 可能如果你要 你可以加一些水果 放進去 如果你不習慣的話 不喜歡那種的優格 他們有加糖 然後他們加那個可能養育片 可以絕東西 這個有很多糖在裡面 所以對我來說 這個不是健康 然後都兩間7-10跟那個 全家 他們都有水果 有缺過的水果 包一包的水果 有時候我會買7-11的那個香蕉 可是我比較不喜歡 只是買一喝一喝那個切過的 我覺得真的是那個 很多塑膠的東西 是浪費的 可是還是有那個選擇 如果你就是來不及 可是你要吃健康的東西 你可以買那個 就是切過的水果 還有那個蛋 就是用叉子 是不會吃 可是也是一個健康的選擇 如果你喜歡吃蛋的話 先加咖啡好了 所以哪一個是比較好 7-11的咖啡 還是全家的咖啡 你們可以跟我分享 你覺得哪一個最好喝 還是哪一個覺得品質比較好 如果是我選擇的話 我會選7-11的咖啡 我覺得味道就是比較適合我 我真的不了解咖啡 所以我不會說哪一個品質比較好 我真的喝不出來 來說我看咖啡的品質就是 如果我覺得那個咖啡的品質不好 我有時候會有痛痛 我覺得有點痛韻的感覺 就是可能如果我的感覺不會很臭韻 我可以喝我覺得有那個氣來的感覺 就是比較會怪怪的感覺 現在7-11沒有小杯 那我個人不太喜歡喝太多咖啡 所以我有時候我會去那個全家 然後買一個小杯 我不希望浪費 好就是如果7-11你可以就是 再買那個小杯 會比較好 所以他們有很多水果 很多乾水果 我看最近有很多油雞的東西 好像那個Chesnut是油雞的 很多乾水果是油雞的 越來越多蔬菜 可能洋蔥 然後玉米 我最近很喜歡就是 他們有一個雞肉 那個雞肉 我覺得對我來說是真的還不錯的 第一次我看到那個雞肉 我覺得是怎麼樣 是不是就是蠻假的那種的雞肉 很硬然後就是不好吃 所以跟你說那個雞肉很冷喔 他們有演過 然後放很多那個香料在外面 7-11跟Family都有的 我發現那個Family可能的那個 嗯 味道 那個口味比較多 而且那個雞肉他們幫你 可以幫你做熱的還是冷的 我個人比較喜歡吃冷的 配沙拉比較適合 那個雞肉是還不錯 而且不貴 然後我真的配一個沙拉 我覺得還蠻適合 7-11跟全家的沙拉 我覺得還蠻豐富的 以前的沙拉就是可能那個 那個美生菜 番茄 黃瓜而已的 然後最近我看他們的沙拉越來越豐富喔 他們有加很多水果 紅蘿蔔 很多那種的東西 真的覺得你要注意那個沙拉醬 因為他們都 好像全家還有7-11都有很 三個選擇 一個是Cheese 一個是Fouzen Island 然後一個是洋蔥醋吧 我都是選擇那個洋蔥醋 還是油醋 因為那個Cheese 我看他的大卡那麼多 所以你吃一個很健康的沙拉 然後你放很不健康的醬在上面 沒有意義吧 所以我真的很開心 我現在有那個選擇 如果真的來不及準備飯吃 還是就沒有其他的選擇 我可以去7-11還是全家 然後我覺得 還是可以吃到健康的東西 有營養的東西 所以7-11跟全家的好處 也是大部分就是有椅子可以坐 然後7-11跟全家的冷氣 真的很棒 因為最近的天氣真的是蠻熱的 所以我很喜歡7-11跟全家 他們的冷氣都是蠻舒服的 都是蠻乾淨的 我看越來越多7-11可能就是有 一二樓 然後有很多椅子 一來一很多椅子 桌子這樣子 可以在那邊吃東西 喝東西也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今天你可以就是跟我分享 你的家附近有什麼 你7-11有什麼健康的東西 全家有什麼健康的東西 還是你跟我一樣 你會有時候吃早餐 還是晚餐 在7-11全家 非常感謝大家 請看我今天的影片 大家多分享你的想法在下面 下一次見囉